現在民眾黨在立法院其實都有自己的主張 然後現在就被算說好像以後立法院都要看黃莉 看黃珊珊跟黃國昌的勢力 黃莉 不會啦 我跟你講 這個三黨不過半你知道喔 也不一定說民眾黨才有決定權 如果藍綠講好民眾黨就根本一點影響都沒有 是藍綠講不好的時候 民眾黨才有說有影響權 所以這種三角關係蠻複雜的 所以我從來不會認為說 我們是什麼關鍵少數 搞不好弄到最後我們只是少數根本不關鍵 主席明天就要跟這個藍黨團吃飯嘛 那有沒有特別設定說要討論什麼樣的議題 除了建立起溝通管道以外 那之後會不會跟民進黨的黨團來參選 大概最重要是建立溝通的管道啦 那這個 因為這樣很多事情 我倒覺得這樣 應該是黨團三長 甚至是黨團 他就有事情就直接溝通嘛 不要很多事情都要找到我這裡來 我覺得麻煩了 所以我明天就是跟他們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 讓大家可以溝通 藍綠就是黨反山長也要會面嗎 那是不是會針對專報的事情再進行討論 那另外說柯文哲也透露說他自己會出席 那會希望共同管道都會有主席嗎 還是希望說黨團自主席 第一個事情喔 史安專報的事情 我們兩邊其實都已經有共識了 沒有什麼需要進一步再討論 那至於說明天晚上 因為我們其實 三長對三長其實都沒那麼熟悉啦 因為我跟他們黨團的三長 在我上上屆 人還在立法院的時候 也沒有共識過嘛 那三三跟春城兄 雖然可能有私人的情誼 或是私人過去曾經認識 但也還沒有因為說在這個位置上面 彼此針對未來我們要推動的改革法案 大家廣泛的交換一下意見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民進黨政府我昨天質詢的那些問題 那個是蔡英文在2017年 施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也是我國在反貪腐公約下面的義務 研議了六年 研議了六年 我們的行政院連草案都提不出來 這個是能力有問題啊 還是故意在延宕 我相信社會大眾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民進黨政府不想負起責任 想要繼續跳票 想要繼續延宕 但台灣的社會不能等 台灣的被害人不能等 台灣的人民不能等 他們不提沒有關係啊 我明天我自己就會主動 跟中國國民黨黨團的三長表示 民進黨政府不提 我們來提 我們來提 我們釋出最大的善意 跟中國國民黨黨團這邊 如果能夠達成共識 包括羅志強委員 上個禮拜開始 他也一直支持的 氣保險陶醉嘛 包括了他們所 也希望建立的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包括了他們也認為這次人事同意權的審查 立法院不能再被當成橡皮獨張 這些事情我們如果都能夠取得相當的共識的話 那我覺得對於新的國會迅速的回應 人民的期待 把蔡政府已經跳票這麼多年的法案 他們做不出來 沒有關係 新的國會在野黨做出來 回應社會大眾的期待 這才是重要的事情 那至於說主席喔 他其實真的是一個好人 他真的就是一個好人 他覺得說啊 兩邊的人都不認識 他作為我們的大家長 他做個東 讓兩邊的黨團的幹部 能夠相互的認識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 未來我們兩邊直接對口 直接溝通 那有一個善意 順暢的聯絡管道 這樣就好了